中华文化不大精深 中华文化不大精深 中华年族历经了14年的艰苦抗战 终于迎来了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胜利 一时间胜利的喜悦传遍了中华大地 人们敲着锣打着鼓 欢庆着胜利的喜悦 中国人欢庆胜利 自然要用咱们中国人的方式 这个时候有人说出了一个对联 上联市 中国捷克日本 但从字面上看 这是三个国家的名字 分别是中国 捷克和日本 但是捷克又可以看作是一个动词 寓意着中国战胜了日本 在这场战争中 中国大捷 上联一出 引来一片叫好 大家都对这个简单 而寓意深刻地对联所惜 大家也都想出了很多下联 到最后有一幅下联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这幅对联的下联就是南京重庆成都 这幅下联很有意思 看起来也就是三个名词 但是中间地重庆则可以看作一个动词 表达了南京重新成为了都城 与上联中地捷克一词遥相呼应 可以说是很有特点 用词也是非常的讲究 就这样 当年的这幅对联 在中国的文化圈中广为流传 人们争相传乐 口耳相传 为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